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要义 今天我们将学习142课 祷告的第八讲 博圣人中宝的谬误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 关于祷告呢 我们谈到了祷告的四个正确祷告的规则 我们也谈到了回复回应 神也听不完全祷告之人的质疑 那么也谈到了基督徒祷告的中宝永远是基督 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中宝 然后针对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他们有他们的主张 他们认为死去的圣人也可以作为中宝的职份 我们向中宝向这些死去的圣人祷告 向他们祷告 因此呢 加尔文牧师就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 这个部分呢 驳斥这种错谬的主张 那关于这样的主张呢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基督徒呢 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什么呢 我们文化当中有这种像死人祷告 祈愿的这种传统 有这样的风俗 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中国人受到佛教的影响 认为人死以后灵魂继续活着等等 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死后的灵魂呢 我们什么包括儒教的这样的影响 像死去的人这个祭祀啊等等 我们相信这个死去的祖先 他们的灵魂仍然带有某种意识 而且他们的意识会影响我们现实人生活等等 所以无论是从这种儒教的思想 还是从佛教的思想里面 我们认为死后灵魂还活着 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形式的像死人祭祀 或者是祈愿的这样的习俗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中国人是熟悉这种思想 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 我们基本没有这种诱惑 会受到什么像死去的圣人呢 像死去的什么 比如说宋上节呀 或者是亡民道啊 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的这些圣徒 像玛利亚祷告啊 中国基督徒几乎不会受这种错误思想的诱惑 那么有的人就觉得 那么我们学这课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性的意义呢 作为反面教材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天主教里面 这种主张的错误在哪里 他们到底主张什么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作为反面的 更加深刻的对基督作为我们祷告唯一的中宝 他不只是我们救赎的中宝 还做我们祷告的唯一的中宝 更加坚信他的这种尊荣的职份 所以带着这样的期待 我们一起来看这节课的内容 首先呢 在二十一节里面 加入牧师就做了一个概论性的讨论 就是谈到了天主教唤醒这种居间状态 何谈居间状态呢 就是在信耶稣的人死后 在基督再临之前 我们处在死亡状态当中的圣人 那大家三连和卖种的都翻译成圣徒 更准确的是指不是指所有的圣徒 我们也是圣徒 死去的圣徒无数是指圣人 所以罗马天主教 他们不会向所有任何的圣徒祷告 而是向他们认为的圣人祷告 处在死亡状态 但是灵魂仍然在基督里活着的 这样的圣人祷告 向他们祷告 让他们代求这种谬误 那至于那些肉身已死 但是仍活在基督里面的圣人 如果我们希望他们代求 指望他们的代求 那么切勿幻想 他们在基督之外 除了借着基督这条唯一的道路之外 还有其他任何途径向神 请求什么意思 就别幻想在基督之外 这个唯一的中宝代求之外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复那里去的 这个唯一的路之外 还有其他任何途径 试图靠着这些活着的 在基督里活着 肉身已经离世的这样的圣人代求 其实就是在基督之外 寻求其他的向神祷告的途径 那么这一切都是属于幻想 幻想神接纳任何 奉其他名 就是除了那个唯一 除了他以外 别无他名 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 奉他的名 祷告的其他的名来向神祷告 都是属于幻想 这里面 加若牧师就指出了罗马天主教他们的错谬 说到他们这种想法 主张本身就是幻想 为什么是幻想的 因为这是非圣经的教导 不符合圣经的 上帝 天父 喜悦 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这是父 喜悦的 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同时呢 圣经也吩咐我们要舍弃一切方法 而单单的依靠基督 上帝喜欢一切的丰盛都藏在基督里 上帝喜欢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两下和为一 等等 然后上帝喜欢唯一靠着基督的名 我们向他祷告 这是圣经的一贯的教导 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讲到 这件事就是前面天主教所幻想的那种 靠着圣人祷告的 在基督之外靠着圣徒 圣人祷告代求的这种错谬的想法 然后他们就是指罗马天主教 捏造这种说法 根据在哪里呢 实际上是没有根据 圣经里面只字未提他们这种主张 当人心在神的道 注意神的道准许之外寻求帮助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神的吩咐之外 上帝没有命令的他们去做 上帝没有应许的他们去求 人心有很多的欲望和追求渴望 在神的道准许之外寻求帮助的时候 就暴露出我们的不信 什么叫做信心 信心不是说 我信上帝这么样 信上帝那样 信心是上帝先吩咐了 我们听见阿门 愿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顺从接受神的吩咐 这叫信心 信心不是基于上帝的道之外 我们自信 我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很有信心 我很确信 没有神的命令 没有神的应许 那都是我们的自信 虚妄的 没有根基的 自以为是的信 也就是说 他们在神的道之外 神命令吩咐之外 应许之外 他们所追求 其实就是不信 不相信神的话 在神的话语之外 自己编造一些事实 换句话说 这也是一种迷信 人为的发明 上帝没有命令 他们就这样做 上帝没有应许 他们就这样信 实际上都是我们 他们自己的幻想 人为的发明 所以这是迷信 神没有说 他却信 上帝没有应许 没有吩咐 没有圣经 神的话语为根据的 他们却笃信不已 这就是迷信 相信那些不值得信的 没有信心根基的 就是迷信 他们自己发明的 但是如果我们纠叉 所有喜欢圣人 带导 智人的良心 就会发现 唯一的原因 是充满了焦虑 为什么焦虑呢 他们对自己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没有确信 为什么 前面我们讲了 四个蒙神喜悦的 正确祷告的规则 当讲到这一切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自己没有底气 没有办法 按照神所要求的 这个正确祷告去祷告 所以他们没有 这种 祷告蒙应答的确据 因此为着自己 祷告焦虑 担心 似乎为基督的 代求不够 好像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不够 上帝不会听 或者是过于严厉 四个正确祷告的规则 他们觉得 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怎么能做到呢 所以没有底气 获得祷告的应答 他们这种焦虑 实际上是侮辱了基督 夺取了唯一中宝的头衔 这头衔是天父 赐给他们的特权 让他们可以奉 耶稣基督的名 向来你们没有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救 就必得着 这是上帝 基督自己亲自应许的 父借着基督 要应允那些信基督人的祷告 结果他们却将 这个祷告中宝的头衔 直奋转给其他人 上帝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 转给其他人 唯一的中宝就是基督 除了一位 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之间 只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将士为人的 耶稣基督 除了他以外 没有别人做救 除了他以外 上帝没有应许和赐下别的名 让我们去靠着他可以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那么他们这样就掩盖了基督 将士的荣耀 基督将士就是为了成全这个救恩 做我们的大祭祀 做我们的中宝 不仅洗尽我们的罪 使我们与生和好 让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进到神的面前 献上祷告这个最高的敬拜 也使十字架落空了 基督突然为我们死了 他流的血突然为我们流了 因为那个唯一靠着他血 可以进入到又真又活的 透过他为流血 为我们开的又真又活的路 落空了嘛 因为你不必要借着基督的血 可以来到至圣所 来到神师恩的宝座面前 你可以透过圣人了嘛 实际上就废去了基督的唯一中宝性 他的将士 他的十字架的牺牲 所以这里面揭露了罗马天主教 这种在基督之外 依靠其他圣人的这种做法 是何等的亵渎 迷信 荒唐 那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就做了个小节 简而言之 他们剥夺了 榨取了基督因期所做的一切 所受的一切的苦难 而应得的赞美 本来是应该归给他的赞美 因为唯一的中宝是基督嘛 借着他的牺牲 为我们所换得的这个特权嘛 与神和好 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坦然无惧地 向他清新土义 敬拜祷告嘛 但是如今 不需要透过基督 可以透过别人了 实际上就是夺取了 剥夺了 那个唯一属于基督的这个尊荣啊 赞美 结果归给别人 因为他所做 他所受的一切都表明 他是并且应该是唯一的中宝 没有人可以替另个人赎罪 唯一神所拆遣的 设立的这位中宝 既为人又为神 为人他能够体恤 代表我们 代替我们 满足神的顺从和实际下牺牲 第二 他为神 他的牺牲就有无限的代价 也足够的能力 救我们脱离死亡和权势 所以在这里面加尔文 牧师又列出了传统的证据 前面是提到了简单的经文的证据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样的吩咐 我们在基督之外可以求告别的名 所以圣经不支持 这都是迷信人为的发明 同时不只是举出圣经的例子 而且还列取了传统的证据 我们之前也谈到 加尔文牧师他在解释某个教义辩护的时候 他常常用新旧约圣经的教导 唯独圣经 这个唯独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我唯一最高的权威 因此他首先引用的寻求的支持 就是圣经是不是这样吩咐 所以最先引用的是圣经 七次我们看到加尔文牧师 也从教会的传统 教父的说法等等 教会有没有这种传统 来证明这种做法和说法合不合理 所以进一步他就谈到了教会的传统 他引用安波罗修的说法 说到简单的就是 唯一透过子才能看见他 透过基督才能向父说话 借着他借着基督把自己献给天父 他没有这个中宝 就没有和一切圣徒都不能与神有任何的交往 我们唯有透过基督才能与神有交通 所以也就是说他否定了基督之外 其他的任何圣人的中宝 唯有基督才是我们唯一靠着来到神的面前向教他 这是引用了安波罗修的说法 第二就是大公教会的公礼拜的习惯 传统里面也都是以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结束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习惯也证明了 我们根本没有奉其他的名 这是二十一节里面一个概论性的 整体的把我们以下要讨论的内容 做了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迷你的这个地图 首先我们来看罗马天主教 这个圣人崇拜的迷信 他们愚昧的达到如此地步 就是在求告圣人 让圣人做中宝 竟然迷信到了一定程度 他们迷信这些圣人 到了一定程度这个我重新做了调整 然后这恶习一旦脱离了江城 就会发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在人开始注重圣人的导带导之后 他们就渐渐的将具体职责派给每一个圣人 那这样就按照事情的不同 人一时向这位 一时又向另一位代求 不同的情况向不同的代求 每个人选择自己特定的圣人 然后信靠他们仿佛他们是保护神一样 然后引用了耶利密书二章二十八节 十一章十三节 说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偶像 比他们的成数都多 甚至一样多 一个成就一个神指 说到他们这个悖逆 来指责罗马天主教人的拜偶像 甚至他们设立与他们自己人数相同的这样的神指 把这些圣人代替基督 其实就神化了他们做中宝 描述了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情况 然后加如牧师就评价说 但是因为圣人将自己全部的愿望 单单交托给神的旨意 注意哈 圣人他们自己 他们所有的愿望 所有的旨望 都追求的 切勿的 依靠的 仰望的 都是神的旨意 都是神的旨意 并且他们谨守遵行神的旨意 那么这样来看 连圣人自己都不依靠自己 他们所仰望的 追求的 单单是神的旨意 那我们把他们派做去中宝带导 不是盼望神的国度降临 那么这样做实在是愚昧愚蠢的 属肉体的 甚至充满侮辱的去对待这些圣人 圣人们自己都不那样的看待自己 而我们这些后代人却迷信的将圣人 推崇到那么高的地位 圣人他们不是在追求自己 而是追求神的旨意 如果幻想每一个圣人 都会在个人的情感里面 促使之下 对敬拜他的人 有什么特别的垂青 那么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离谱的 矛盾吗 圣人自己都不依靠自己 来追求神的旨意 我们却去寻求圣人的帮助 这个跟圣人他们自己的意识 他们自己的信仰 他们自己的榜样都不符 把圣人不具有的那些特质 那些职份赋予他们身上 实在是侮辱这些圣人 他们所欠默的神的旨意 所要遵行的神的旨意 我们却仰望他 圣人仰望神和神的旨意 结果我们却仰望圣人 这何等的属肉体和愚昧 最后呢 极多的人呼求圣人 祷告向圣人祷告 不仅把圣徒当做救恩的 把圣人当做救恩的帮助者 而且把他们当做救恩的管理者 帮助者 从而陷入可怕的亵渎神的罪 为什么这么说 神的旨意 是让我们 唯靠基督 对不对 还有就是 将唯有属于神人二姓 一位基督的这位 中宝的尊荣 归给其他的被造物 甚至是有罪的圣人 归给神的荣耀 归给人受造物 这就是在亵渎神 看这些可怜的人 当他们离开正路 也就是神的道 注意反复强调神的道 我们祷告的蒙应允的确据 我们祷告这种行为 所有的实践 敬虔的实践 都必须以神的话为基础 今天基督教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当然是礼拜神 那如何礼拜神 按照神的道礼拜神 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发明 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发明去 自己的想象 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意愿 自己的想法去敬拜神 因此我们也谈过 我们传福音要向两方面 两种人类传福音 一种是教外的人 竭力地向他们传福音 让他们听见福音 认识基督 悔改归向神 第二 我们要向那些表面上 归向神 在教会里面 继续宣讲神的道 传扬神的福音 让他们深化的 实际的 全面的 深入地去悔改 归向神的道 甚至很多 我们一 活到现在 很多的时候 都是偏离神的道 随着自己的心 自己的想法 过信仰生活 按照自己的错面 来过信仰生活 然后还有一种 自我认为 很虔诚的这种错觉 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向信徒传道 传福音 不断地让他们回转 归向神 特别是离弃神旨意的 所有的想法和实践 当人们 可怜的人们 离开正路 真正的正路 就是神道 在这里面 当然是狭隘的 是指祷告方面 离开神的道 来指导我们 教导我们的祷告的话 就坠入到深渊当中 迷信 亵渎神 我们暂且不提 那些更加荒诞的 不敬虔之事 虽然神 天使 人 嫌弃这些恶事 但是他们自己 并不感到 任何痛苦和羞耻 一般来说 神也憎恶 天使也憎恶 人也憎恶 但是这些 罗马天主教的人 迷信 然后却不觉得 这个痛苦和羞耻 离开神的道 自己建立一个新的 传统和信仰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要多方面 学习神的话 主日讲 周三也讲 周六也讲 我们努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明白神的道 按着神的道的心意 去过信仰生活 不是按着自我陶醉 自以为 我信仰很好 很热心 我为神多么多么神 奉献多么多么 爱神多么多么神 爱不爱神 不是根据你自我评价 自己衡量自己 爱不爱神是按着神的道 当神的道 一立在那 一出现 就成为真理的原则 就成为光 就照明我们当走的路 和我们自己的黑暗 神的话就成为那个尾字 Canal 就是成为正点 成为标准 来衡量我们 所行的 是与不是 我们看到这个真言 这个以西街书里面 和奇书里面 都提到了神吩咐 天使使者去用尾字 那个尾字就是Canal 尾字 尾度去衡量圣殿和殿里面礼拜的人 上帝不断地在查验 在观看 礼拜的人到底 以怎样来礼拜 来检查他们的礼拜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脱离 自我陶醉的主观的想象 自己以为好像挺热心 挺爱主的 用神的道 当你不明白神的道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真的按着神的心意去 侍奉他 当有了神的话的话 深入了解神的话的话 全面了解神的话的话 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信仰里面 更多的时候需要神的恩典 他的赦罪和神恩典的扶持 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真理 更多的去按着他的真理去活 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谈到了 无知的人胆大 无知的人很自信 无知的人他们不知道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 他们以自己的标准 衡量自己的时候 就活在自己的这种 做陶醉和满足里面 但是你当你真正晓得神的话 越学神的话 越发现自己与神的话相去甚远 所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求恩典 谦卑的主帮助 如何能够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呢 所以老一辈人说 知道那么多 有什么没有 知道也行不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 他们虽然这样说 可能某一方面 好像听起来很合理 但实际上你不学 更不知道 越不知道 越陶醉在自己现在的 安逸的现状里面 当你知道了 你还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很远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满足于你现在这种 连25分都打不够的 连60分都不及格的这种礼拜 不然的话 我们还沉浸在自己 好像挺爱主 挺敬钱的 这种自我勾勒出来的幻想里面 所以神的道成为 破除我们 无知愚昧 亵渎 虚妄 妄想 偶像的 唯一的利剑 如同火 焚烧我们一切草木和结 如同大锤 砸碎我们一切的虚妄和刚硬 如同利剑 刺入包开我们心里面的意念 骨贼和骨髓 然后他们浮浮在那个巴巴拉 凯瑟琳以及其他圣徒的像画像面前 难难的念诵我们在天上的父 多么矛盾呢 一方面好像他们说我们是尊敬圣人 不是礼拜圣人 之前我们也谈到了拜偶像那个部分 罗马天主教玩文字游戏诡辩 我们我们是尊把什么侍奉敬拜去分开来 把尊敬和崇拜分开等等 实际上都一回事 已经跪在那 伏伏在那 向着他喃喃自语了 然后他们还说我们不是敬拜偶像 我们实际是呼求神 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拜偶像 没有必要跪在那些圣人面前 画像或雕塑面前 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 然后还有什么 他们求告这个埃利吉欧斯 还有梅达德等等 或者向玛利亚祷告 求他吩咐 他的儿子做某些事情 这种错谬 加尔文牧师就指出 他们具体的一些 恶名昭著的一些罪行 然而他们这些行为 实际上在迦太基大公会议的时候 已经公开的 禁止他们在谈前 直接向圣人祷告 已经禁止了 大公教会 迦太基非常重要的会议 然而他们这样的做法 他们这样的主张 往往是基于他们取决 扭曲圣经 错误的理解圣经 来支持他们这种圣人 中宝祷告的这种 错谬的主张 合理化 他们竭力想从圣经当中 找出一些根据来支持 他们的代求 不过是徒劳而已 他们说圣经经常提到 天使的祷告 不但如此 信徒的祷告也由天使的手 交到神的面前 大家可能就想到 旧约先知的一项 新约这个启示录 等等这样的画面 把香炉带到神的面前等等 然而呢 加尔文牧师就批判他 圣经分明的 区分了已死的圣徒 和天使的职分的不同 这充分说明了他们这些天主教 混淆了二者 是何等的荒谬 在地上的法官举了个例子 在法官面前 如果未经允许 尚且无人能够感胆 担任辩护人的职分 辩护律师 经过法官要允许 他才能够让谁谁谁 做自己的辩护律师 那么我们这么渺小如虫的人 为蒙派担当这个职分 又怎敢在神的面前自冲为代求者呢 我们这样污秽软弱的人 我们本身都需要代求 我们怎么能够谋遂自荐 自己认为可以充当这种 中保代求的辩护律师呢 保慧师其中一个就是辩护 替什么说话 看顾等等 中保嘛 辩护者代言人 像律师一样 基督在父的右边 不断地为我们代言 为我们辩护 为我们代求啊 所以没有人可以做这个 贸然去做 上帝吩咐 上帝安排基督做我们的代言人 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需要是医生 我们自己是病人 需要的是医生和药物 怎么可能自己充当医生来 医治自己呢 对不对 我们是罪人 需要有人为我们辩护 我们怎么可能为自己辩护 更不可能去为别人辩护啊 所以就可见他们这种主张 已经非常荒谬啊 神喜悦拆拍天使 来负责教会的安全 旧约里面常常出现 新约里也有啊 天使临到我们的圣会 而教会对他们来说 是舞台呀 上帝要透过教会 显给世人和显给天上的使者来看 来显出他的智慧啊 那么那些特别属于天使的职份 转移到别人的人 必然是跌倒混乱 建立了一个不可违犯的次序啊 上已经混乱了神建立的不可违犯的秩序 什么意思 神建立的秩序是透过他的道 向我们显明了啊 神接着他的道 让我们看到他的创造秩序 他的护理秩序 他命令的道德秩序等等 还有自然秩序 自然法和道德法等等 那么创造的秩序里面 天使有天使的职责 人有人的职责 中保有中老的职责 而这些人呢 随意的把天使的职份 转移给其他的人 就是圣人啊 死去的圣人 圣徒或者是圣人 那么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啊 加尔牧师就责备他们 颠覆了上帝所设立的次序 上帝没有吩咐人做中保 上帝虽然吩咐天使来帮助我们 上帝也吩咐了基督做我们唯一的中保 但是这些人随意的贸然的安排天使的功能给人 所以他们是颠倒了颠覆了 违背了上帝所设定的秩序 秩序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救恩的目的 不只是赦罪和把我们润到天堂而已 把我们的户籍转到天堂 移民到天国而已 救恩还有一个终极目的是要我们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 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创造的目的 让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时候 就不断地努力向着神创造时赋予我们的次序和价值次序去生活 所以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今天的教会令人心痛和悲惨呢 很多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 他们仍然活在自己的里面 他们仍然不顾神的旨意 他们心中所追求的那个价值 不是神 也不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国神的瘾 他们所追求的价值只不过是自己所 随着自己的自私的贪欲 所设定的那个人生目标而已 他们称之为意象也好 但是他们设定的时候根本跟神没有关系 他们也不考虑神的旨意 也不为着神的荣耀 他们顶多最终追求的 不过是让自己一个没有神的人生里面 自己追求自己的快乐 无论是物质上的丰富还是地位 或者是自己在自己手中的工作里 享受在其中一样 那么一个离开神不尊神为大的人 不恢复那个真正神所设立的 让神做神 让我做我 我是他的仆人 去侍奉他 敬拜他 他是神 他所设立的那个创造秩序 我人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 包括价值秩序 道德秩序 我们如何去发现那个秩序 认识那个秩序 去努力的去与那个秩序一致的生活 这叫做成圣 圣化的过程 但是很多基督徒只是满足于称义 却忽略了实际的生活 我们的思想有没有被神的智慧更新 按照神的智慧 按照神的道去思考 去看待问题 上帝所恨物的 我有没有恨物 上帝所爱的 我有没有爱 结果我们和上帝实际看来 我们和上帝几乎是二元的 分割的 上帝是上帝 我是我 我有需要的时候来求求上帝 拜拜上帝 结果上帝就成为我们的保家仙 成为我们的偶像 随意成为我们使唤的这个waiter 帮助者 helper 是吧 这个帮助者只不是来换去的 侍女和丫鬟 或者是奴隶而已 结果上帝就不再是上帝 所以我们应该 竭力的追求认识神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发现上帝创造 原初的计划什么 很多人觉得 某某是你讲到理论太多 我跟你说 这些理论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活 你光讲实践 你连理论都没有 你怎么实践 上帝的原理你要清楚 救恩的原理 恩典的原理 你知道了以后 你才知道方向 对不对 你光实践 那个实践顶多是按照你自己认为 对的去实践 你以为你做的很诚实的基督徒 其实落入到很多的时候都是自意和无知的里面 一个不离开神的话 的这个努力和实践 其实都跟其他五项有什么区别 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 和上随着自己的心意去修行 随着自己的心意去什么行善做事 那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他有没有领受到神的启示 遵守神的命令 因着爱神去紧自己的欲 因爱着神节制自己的生活 因着爱神去振灾 因着爱神去做各种 抛弃自己的野心和私欲 或者贪欲 跟爱神和敬畏神没关系的话 他们乃是在自己里面去自救 透过那种苦修操守 劫欲 或者是倒空自己 来试图来达成自救 所以很多基督徒 其实都落在一些异教的思想里面 他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认真学习神的话 我是主的侍女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从古代到新运 到今天 所有敬虔的圣徒 都是留意听神话语的人 没有一个萌生喜悦的人 是堵着耳朵 硬着景象 偏心己路的人 却萌生喜悦的 都是在留意听 听了才知道神的心意什么 愿意因着爱 愿意照着神的心去生活 这样的秩序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们在颠覆混乱上帝 所设立的秩序 在中宝祷告的事情上 将人所不属于人 没有上帝安排的 那个职份归给人 夺去天使的职份归给人 这是人肆意的发明 也是愚蠢 也是颠覆混乱上帝的秩序 然后他们说 扭曲圣经 他们说神对一里面说 虽然有摩西 撒末尔站在我旁面前 带求 我的心也不顾惜 他们的百姓 这个他们就完全忽视了 他们只注意了 摩西与撒末尔在 我神的面前 带求嘛 好吧 你看既然有摩西 和撒末尔带求 那我们应当 让他们为我们带求 向摩西祷告 向撒末尔祷告 那么到底 他们在这个解经上 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加尔文牧师反驳 第一 他们的逻辑出了问题 逻辑上就错 既然有撒末尔 有摩西带求 又何须我们带求呢 何须其他圣人带求呢 因为有谁带求 能够胜过撒末尔和摩西呢 他们的祷告 是何等的仁慈 良善 父亲般的那个关怀 谁能够赶上摩西呢 是不是 甚至那些以色列百姓 悖逆他 要杀了他 等等 摩西仍然为他们带求 旧约的分明是基督的预表 的这样的人物 中宝带求 最典型的例子是 拜金牛犊 上帝要灭了这些人 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族 然后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应许 摩西说 不 如果这样的话 别人怎么看你 好像你没有能力 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让他们死在旷野 所以摩西所关心的 神的荣耀 那种纯 没有自私的心 那种中宝带求 就是基督中宝的那种 一个预表 所以谁能代替摩西呢 胜过摩西 既然有摩西带求 既然有这种完美的摩西带求 还需要什么次等的 其他的圣人带求 根本不需要 所以他们逻辑上就有问题 第二 第二 他们违背圣经 为什么 圣经 他很明显 他们这种主张是跟圣经冲突的 主明明宣告说 即使摩西和撒梦尔为百姓带求 他也不会赦免他们的罪 这里面所说的问题不是说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 反而是说到这些人我不听他们的祷告 我不会赦免他们的罪 重点是不赦免他们的罪 为什么 他们玩梗悲逆不听神的话 上帝定义不赦免他们的罪 然后为了说明他们的罪不得赦这种严重性 哪怕是摩西撒梦尔代求我也不听 原来摩西代求的时候上帝听了很多 翻转了很多危机 是吧 上帝听到了祷告 撒梦尔也代求 对不对 撒梦尔是很合身心意的 虽然他在这个教导子女的事情上失败了 但是他是末代的事实 高立了两位王 其中一个合身心意的大位王就是撒梦尔高立的 从小倾听神的声音 然后在圣殿里侍奉 在那个世代作为完全人 对比的是以利家族的衰残 不合乎神心意的祭祀 衰亡 被神遗弃之后 撒梦尔却被神兴起来代替他们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重点是罪不得赦免 哪怕有这样的忠实的好的代求者 他们的代求我也不听 这里不是指神认可 他们做忠保代求 而是说重点是不得赦免 所以这些人就根本没有按着圣经所说的那种文脉里面 体会到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就断章取义的认为 你看圣经在支持摩西撒梦尔祷告 那么既然有他们的当然还有其他若干代求者了 这种编造的曲解圣经带来的错误的观念和实践 然后他们说如果这样那么那些一生以敬虔和连免度日的圣徒们 难道再没有任何敬虔的指望了吗 就是假如说他们死了以后没有任何的指望了吗 这里面加尔文就谈到了死去的圣人和活着的信徒之间是没有任何交通的 其实这个我们就想到路加福音对不对 拉萨路 拉萨路和那个财主对不对 财主 财主说打发人去到我兄弟那儿 兄弟是活在县世 财主是在印尖吗 已经死了的人 然后亚伯拉罕说no 是吧 否定了有摩西的这个圣经再听就行即使有死人复活也不会听 否定了他的提案 不会让阴间的人出来再给活人传福音 这个关系是断绝的 一旦死已经成为定型 虽然旧约里面上帝特别允许了撒末尔出来的那个特例 但是一般的原理是断绝的 所以我们指望死去的敬虔的圣徒 圣人为我们代求 我们向圣人祷告已经死的圣人祷告 然后他再向神祷告 这个说明活着的信徒和圣人之间有交流吗 他听我们祷告好像 这里面加尔文说不 他们已经断绝了 天主教徒就说 难道他们这些死去的圣徒就没有任何这种敬虔的愿望了吗 反驳加尔文牧师无意 过分好奇窥探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 圣经没有提的就不要过度的去窥探好奇心 过度的好奇心 好奇心是好的 想象力也好 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积极的作用 但是过度的好奇 这个不收约束的想象力就可能会导致灭亡 特别是圣经没有启示的 我们去揣测的时候 容易陷入到极其危险的境地 那么到底那些死去的圣人 圣徒现在在做什么 想什么 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他们很可能已经不再做任何各样的思念 和不被各样的思念所激动 一心一意的肯定 坚定不移的渴望神的国 这个国不只是在信徒的得救 还在不信的人灭亡 那么他们爱 他们的爱无疑是只局限在基督身体的团体里面 也就是说这些人所追求的就是神的国神的义 他们所关注的是基督的身体 那些得救的人 不超过合乎此团契性质的范围 比如说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们关心的是基督的身体 得救的人 不是关心不信的人 所以我们这些活着的信徒 为圣徒去向死去的圣人祷告 救我们的家人的时候 这种做法是愚蠢的 他们不能成为我们呼求的对象 隔绝了 另外也不能说因为人活在地上的时候 可以彼此代求 所以人可以向死的圣徒祷告 这是主的命令对不对 这是要区分开来的 主吩咐我们活着的时候彼此相爱彼此代求 甚至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吩咐我们 这种圣徒的交通 当活着的人和已经死的人 虽然他们也在基督里活着 这种我们说阴间和阳间 活着的活在现世的人和活在彼岸的人之间有什么交流 发个信息 电报 email等等 微信等等 没有这种交流 所以虽然支持圣徒活着的 在世上的圣徒之间彼此代求 却不支持向已死的圣徒祷告 活着的圣徒彼此可以代求 但是不能指望已死的圣徒为活着的人代求 虽然我们文化里面比较熟悉这种思想这种做法 但是圣经并不支持这种做法 活着的人分担彼此的需要 爱心得到培养 实际上操练 遵照神的命令 并且神的应许 这是祷告非常重要的两件事 这我之前也强调了 祷告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祷告的权限范围 确信的根据什么 根据神的命令 神没有吩咐的 神没有命令的 我们就无权祷告 神如果没命令我们祷告 我们也无权祷告 神没有应许他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祷告非常重要的两件事 根基基础 确具是因为神吩咐我们祷告 神吩咐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神也应许我们 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人 就谋应允 因此我们越过神的命令和应许 去祷告就不能成为祷告了 那个成为迷信了 亵渎 所以这里面就反驳 向这个已死去的圣徒圣人祷告 指望他们的代求 这种做法是揣测 是猜测 是没有根据的 违背神的命令和应许的 圣经未曾提及的 是他们头脑放肆的幻想 放肆自己的想象力 我刚才说了 想象力是好的 但是放肆 不服耶稣想象力 幻想就是危险的 已经越过了神的应许和命令 这也是我们看到 加尔文牧师谈到了圣经说的 我们就说到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 没有说的 我们就保持接末就好了 顺从依赖神的启示 神没有提及的 不要过度的猜测 放纵自己的思想 超越神的命令和应许的 这个就幻想 这是危险的 特别是涉及到 让死人代求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权柄 我们来窥探神隐藏的审判 神有很多隐藏的作为和旨意 我们不要窥探 神怎么想 那你去问问神好了 你问牧师干嘛 牧师神怎么认为 你已经问神怎么想了 牧师又不是无所不知 怎么知道神怎么想 我的意思不是让 反对大家问我问题 我在教神学校的学生的时候 当然他们这么问 因为他们没受过神学训练嘛 所以很多的问题 我在回答他们问题本身的时候 我也在纠正他们 应该怎么样问问题 因为很多问问题的问题 本身就是问题啊 比如说他们 上帝为什么没有拦阻 这个亚当去吃善恶果树的果子呀 那你去 既然你问我 上帝为什么没有 这就是问上帝的想法的意思 那你问错对象了 不该问我 你应该问上帝 对不对 第二 那问上帝 上帝竟然没有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要问呢 对不对 你设定了一个模式 上帝本来就应该站出来 制止亚当的愚蠢的行为 上帝竟然没有出来制止 你吩咐上帝 你质疑上帝 要上帝出来给你个适当的解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无心当中的问 因为我们没受过训练嘛 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身就问题很严重 信心不是这样问问题 信心是上帝告诉我 显明了 那个事件被告诉我们是 人的罪的根源是因为人的悖逆 对不对 违背了神的命令 这是神要讲的话 但是我们愚蠢的想象的 总是要错过神说话的焦点 去到后面去揣测上帝怎么想的 这个已经是放肆的幻想 当然我们 我后来也是针对他们的问题 也适当的做了一些推理 圣经没有教导 但是我们适当的谨慎的去推理的时候 也可以推理嘛 我们从恩约啊 试验的角度来 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里面头脑的放肆是很危险的 亏探神隐秘的质疑 预定谁了 没拣选谁啊 这个都不是我们操心的事情啊 我们操心的是 你要不要信福音 听没听福音 我传福音给谁 这是我们操心的啊 至于他得 他神愚昧预定他 那是根本不是我们操心的事情啊 我们操心操的太大了 操心越过了线 操心神的事情啊 那属肉体的智慧 这都是属肉体的智慧 而且是与神为敌的智慧啊 那心思的虚妄 这个加尔文牧师很严则的去 批判他们这种狂妄的虚妄的想法 将我们的理性降倍 吩咐我们 要单单的仰望神的旨意 我们是有思考 但是堕落之后的人的思想 是常常这个像野驴一样 不受不服约束 好奇心 狂妄自大 其实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思想降服在神的旨意 神吩咐了什么 神启示了什么 神应许了什么 神的教导什么 让我们理性作为神真理的学生 在他的面前降服 顺从 因着信 我知道 信心就是接受神的话 因着相信神的话 我才能理解 不是凭着我自己胡思乱想 离开神的话 以一种怀疑和骄傲的质疑才能明白 唯有谦卑地以信心去顺从 按照神的法则去顺从的时候 信心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想通 没有一个人带着质疑 怀疑 挑战神的权威 能够想明白神的旨意的 他们说 雅各这样为约瑟的儿子祈求 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亚伯拉罕 我父以萨的名下创世纪 这个翻译版本不一样 那反驳 加入牧师反驳 这里面不是鼓励他们恳求列祖的帮助 而是求神纪念他仆人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 为什么纪念呢 这是神与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 他们这个约哈 我是亚伯拉罕以萨雅各的神 提及这个名字不是指望亚伯拉罕去代求哈 提这些名字不是要投靠死人的代求 而是纪念这个恩约 在此约中 神最慈悲的天父 因亚伯拉罕以萨雅各的缘故 恩待他们 其实圣徒们并不是依赖圣祖的功劳 祖先们的功劳 然而这仍然不是代求 不过是提到恩约的好处而已哈 那如今 这个约已经在基督里面完全实现了 我们就更应该仰望 这唯一的约的忠宝 基督哈 他才是我们祷告代求的那唯一的忠宝 应该奉更好的名 基督的名去祷告 大卫就是作为基督的预表哈 所以我们不能求大卫向基督祷告 我们应该直接求基督哈 我没有做很详细的解释 因为其实也不必要做太多的解释 读了就应该能懂的 那有些人似乎被圣经常常提到 古时圣徒祷告蒙吹听的事实是否困扰 古代的圣徒很多蒙生吹听的 大卫亚伯拉罕摩西等等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他们为此而困扰呢 好像我们觉得他们的祷告 享有某种特权一样 然后他们就借着这样的例子 去为自己的荒谬去辩论 作为论据来辩称 除了那些以蒙吹听的祷告的人之外 再没有人的祷告会蒙吹听 那些圣人的祷告的确蒙吹听了 然后他们就认为 除了他们以外 没有人可以蒙吹听 所以他们祷告就求圣人 让圣人为他们带去 这是荒谬的这种主张 他们一方面不确信自己的祷告 因为我们看到那种完美的 神祷告的喜悦的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 发现我们做不到 那怎么办 做不到就开始焦虑吗 那祷告不蒙吹听就怎么办 他们就开始呼求这些完美的 所谓的历代当中 蒙吹听蒙祷告 蒙吹听的这些圣徒来呼求 那加尔文牧师就反驳 诗人说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 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 那这里面是目的不是让我们 像这些祷告蒙应允的圣徒祷告求 而是让我们效法他们 像他们一样以同样的信心 抓住神的应许 仰望神的灵敏去蒙吹听 那雅各也说了雅各 加入牧师用雅各来解释 反驳这些人的错误的观点 雅各引用雅各的话说 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以利亚也软弱 加密山上得胜之后 又跑到这个罗腾树下求死 对不对 哎呀主啊 我不主我列祖等等 耶稀别说要弄死他 他就吓得就跑了 曾经那种充满于800多的这种 亚瑟拉祭司和这个巴利先知 一共四百四百五十名和四百名八百五十名 对战大获全胜 结果他也会软弱灰心求死 然后躺平 吃了起来走吧 当行的路海远 吃完喝完就趴着睡觉躺平了 以利亚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软弱的人 但是当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的时候 三年六个月就不下 以利亚就普通人 上帝在那个时代中兴起的仆人 然后他祷告神就听他祷告 不下雨 又祷告又蒙下雨 雅各为什么这么说 不是强调以利亚的超凡的特性 所以他祷告蒙英语 而说跟我们一样性情人 所以他鼓励我们要凭着信心祷告 所以这样的目的 也就否定了这些有一些特殊的圣人 拥有特殊蒙祷告的这种特权 所以我们不必自己祷告 应该向他们祷告代求 就反对他们这种错误的主张 诗篇中也有很多类似的祷告 大卫在这些祷告当中 恳求神答应他们的祈求 原因是使义人不至于羞愧 反而因他们的榜样更有盼望 既然那些软弱的历代的信徒 他们蒙了英语 我们也应当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仰望他的信实和怜悯 所以我们看到圣人蒙祷告 应允并非依靠他们自己的特权 而是神的恩典 刚才我们谈到了约 恩约 然后信心 我们必须要坚守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般性的原则 就是经历神的恩典 不论是向我们自己还是向别人 对于我们坚信神应许是有大有帮助的 经历神的恩典 对于我们坚信神的应许是大有帮助的 你向仆人所施予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都不配 我先前只是拿着仗 过着约旦和如今却成了两对 他经历了神的恩典 我是不配的 承认今天我获得的这一切 这么多的祝福 都是因为你的慈爱 你的诚实 或者说你的信实 你应许的 曾经雅各说 如果你带我平平安安的去 平平安的回来 给我吃给我喝 他求的就那么点东西 让我别饿着 上帝因着他的慈爱眷顾了他 上帝因着他的信实约的缘故 眷顾了他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的那个应许 雅各在母父当中 其实神已经拣选了他 然后因着他自己的信实 保守了雅各 所以今天蒙了这样的祝福 如果按一般来说 他是不可能逃过拉斑的 这个技巧的 必然会让他赤手空拳的 赤身两手空空的去离开 结果上帝特别的干预 使他得以拿着丰富的财物 还有妻子儿女们 奴仆们离开 所以这都是因为神保护 因着神的慈爱信实 耶和华信实的神 求你救赎我 他们所依靠求告的 不是账了自己的功劳 而是仰赖神的信实 呼求神的信实来搭救自己 这些圣人祷告 不是依靠自己什么特权 当我们知道 他们每一次的帮助 他神每一次的帮助 都是证明他的良善 因着他自己的慈爱和良善 因着他自己的信实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害怕 我们的盼望最终落空 虽然我们软弱 虽然我们祷告不完全 我们努力要追求完美的 那个四个正确祷告的规则 但是即便努力的时候 有时候还不完全 不完全也不至于 惧怕祷告落空 仍然有盼望 为什么 我们盼望的是 仰望神的信实 神的良善 神恩约性的信实 他在恩约里给我们的慈爱 特别是应许的中宝 因着中宝基督他的血 我们所有的祷告 罪恶不完全 都透过基督血对于洁净 因着基督中宝的中宝 我们这个不完全的祷告 透过基督保血的洁净 可以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不是依靠自己 也不是依靠圣人 圣人也不是依靠 他自己的特权 蒙英语 乃是依靠神的恩约性的 慈爱和信实 所以他们纵然不完全和软弱 仍然存着盼望 仰望 抓住神的应许 神的慈爱 神的信实 让神来兑现他的应许 我们来做总结 总之呢 既然圣经教导 圣经教导 我们的祷告也不能越过圣经 圣经教导 我们敬拜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祷告 呼求神 注意 祷告是敬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神要求我们履行这一敬前的执事 甚至过于一切的祭祀 那么若向他人祷告 就是向那些圣人祷告 就是冒犯了神 等于亵渎神的罪 诗篇里面虽然说这样 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单凭信心呼求 不是凭着圣人的功劳 也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功劳和特权 乃是凭着信心 信心呼求 明确地吩咐我们 照着他的道 所定下的法则来祷告 祷告不能随心所欲 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所以这个跟拜偶像 获得祷告应答 那些异教徒的那些做法 是本质上不同 祷告本身 要求神的国神的义 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本身祷告是在操练我们 心思意念 心中的切勿 心中的价值次序 都朝向神 顺从神 调整向神 所以他的道是标准 他定下的规则 我们按照那个祷告 简而言之 既然信心是建立在 道的上面 神的吩咐与应许 没有吩咐 我们祷告就没有权利 没有应许 我们祷告得应答 这就是妄想 神既然吩咐我们的祷告 我们就坦然无惧地祷告 神既然应许我们 借着中宝的呼求 祷告带求 他应答我们 我们就当放胆 在他的面前求 信心是乃是正确祷告之母 那这个信心当然是基于神的道了 没有神的道就没有信心 信道是从听道来 神不曾应许 神不曾吩咐 我信 我信神一定会做 但是你的自信 是吧 那是异教徒 拜偶像的人的信 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信 所以我们要破除这种自信 这种自己感情上 意志上 一厢情愿上 我认为神会怎么怎么样 我相信神怎么样 我作为全职的牧师已经23年了 见过很多这种自信满满的基督徒 没有明确是违背神的话 却自信 我相信神 神爱我 我相信神怎么怎么的 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私欲包装 用自己所谓的信 没有神应许和吩咐 作为保障的信 自信来相信神 其实在亵渎神 他们信的不是神 他们信的是自己 他们所追求的是 他们所切勿的那些偶像 偏离圣道的时候 祷告就必然败坏 查考整本圣经就会发现 宣告此尊荣 唯独属于他自己 上帝吩咐我们祷告 应许我们祷告 包括他让基督做我们中宝 我们呼求的对象 唯有神和中宝 那这个中宝专属于基督 也作为中宝基督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中宝基督 所以我们也不要在基督之外 另寻中宝 因为那是神所恨物的 神没有吩咐 没有应许的 而且是对神的一大不敬 所以等于夺去了 唯独属于中宝基督的特权 职份 那么我们那个祷告 当然就不会得到神的悦拿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意思 就是很重要 我们的祷告要追求明白神道 按照神的吩咐应许去祷告 然后有了神的吩咐应许 信心很重要 仰望神的恩约 然后依靠那个中宝向神呼求 虽然我们不完全 但是我们有中宝基督的代求 我们才能蒙运 这就是今天基督徒 坦然无惧地来到 世恩宝座面前 去呼求 寻求祂的帮助 做随时的帮助 求连勉 能帮助的原因 因为这是我们有这位慈悲中信的大祭司 这是神所设立的法则 神所给我们的祷告的原理 我们唯有透过大祭司中宝 才能够进入到神的面前 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唯独凭着婴儿般的信心 单纯地去接受神的吩咐 顺从神的吩咐 接受神的应许 信靠 然后谦卑地去尊荣神 把基督中宝的职份 单单地归给基督 不要肆意地去转移给别人 不要受诱惑 将心转向什么圣人 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会向圣人祷告 也不会向死人祷告 但是我们一定要正面地知道 我们所享用的这个特权 是何等的宝贵 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思想关于祷告的原理和真理的时候 让我们更加信心地 信靠神的信实 神的恩慈 神的怜悯 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虽然我们不完全 但是借着上帝给我们这个特权 和中宝的代求 我们仰望唯一的中宝 奉中宝 基督的名相赴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他那里 不断地支取 他在基督里 所应许给我们一切的福分 以至于我们靠着这个恩典 在地上履行 他给我们的义务 职责 使命 来敬拜他 来荣耀他 来胜过肉体 胜过世界 胜过罪恶 胜过仇敌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